在三位青年朋友分享之后 我想我们又请张旭辉丽和我们去评论一下 今天去思考着一个台港青年运动将来的出路 或者现在香港争取一些政改议题的 我想一些分享一些回应 谢谢张上 由一位不是青年和大家总结 或者分享一些想法 其实都好一段时间没有很静心地想起这些社会议题 因为坦白说近日来对很多成年人来说 会觉得都挺累的 不停有不同的议题 如果你是一个关心社会多一点的人来说 其实你都觉得都挺累的 尤其是你还要有胃口奔驰、家庭等等 不过我估计今晚三位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提了很多很关键的东西 我也尝试去做一些整理 甚至我估计有一些可能自己之前都没有认真想过的看法 也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看到在台湾的朋友 其实他们是更加理性地去思考 甚至是去尝试实践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他们这份理性甚至比我们更加理性 很简单 他刚才的思考很强调的就是 我不是不跟中国交流 必须交流 不过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我要在一个健全的公开的民主原则底下的交流 我估计这份对自己的信心 我是不怕跟你接触 不过我要有一个怎样的身份 与及那个角色去接触 我估计这份的信心 甚至今天 可能我们香港慢慢都失去了 我们违避 我们找个行李录人 但是我们似乎自己去了哪里 慢慢有点迷失 当然了 这个没得远的 因为事实上台湾和中国之间现在的关系 其实仍然相对较遥远 他们有这个空间可以去理性思考 我们真是一些行李录到埋身 我们的社区被他们逼到转变 我估计因为我们这个距离这么接近 于是有很多感性的反应 有些情绪的反应出来了 我又会觉得是可以量解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况 其实模糊了 甚至是弱化了我们的理性思考 我会觉得台湾这个发展 是提醒了我们这件事 当然了 其实我就会问 我们应该是要 本来是有这个理性思考的空间 如果那个空间是流失了 那个空间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刚才阿神同学所说的 2003年当我们沙士之后 我们觉得很不够的时候 我们接受SIP行 我们接受自由行的时候 其实那个空间在那时候应该是出现的 但是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去反思 我可以问的 十年前我们香港有没有公民社会 有没有学者很认真地去提醒我们这个社会 好像今天的台湾那样 问回当我们有得 我们会失去了什么 但是当然了 我又会这样看的 这个我们和台湾都是有分别的 原因是台湾事实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我们香港 从来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统治者 97前我们是殖民地 97后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人从来我们没有理解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甚至很坦白说 其实两三年前而已 我们香港都会 虽然我们心里面会想 最好就不用回归 最好都好像以前那样 但是 我想我们说不出自己不是中国人 当时你惊傲大家都 都期望大家要开心 上海小博期望大家要回去看一份 神X星空 期望大家要一起鼓掌 甚至当时我们都在谈外国的爱党 现在内地那种是爱党 但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是爱国家的 我想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 其实从来我们走不掉中国 不过这个是不是就是 呂大陆教授所说的第二代香港人的看法 只不过 其实这两三年我看到香港人 尤其是新一代 甚至有时候我会看的 其实是反国教之后 其实我们将香港人 是一个独立个体 甚至可以视自己是一个 类似国家的身份认同 可以放在桌面上说 不过可能的问题就是 因为当我们今天才出现这个身份认同的时候 其实我们失去了 我们面对中国的经济 甚至政治上的 我用侵略也好 或者是垄断香港社会 那个讨论的空间契机 今天我们香港的经济结构 已经似乎 如果我们要走回头的话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更加大 这样的话 令到我们不能够 好像台湾人 这一刻这样 仍然有个空间去反思 甚至去回应 我们怎样去避免 被中国大陆过分的经济入侵 甚至可以不进而出现的媒体 甚至是政治上的入侵 坦白说 其实台湾一样面对自己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西域率很高 比香港高得多 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所面对的出路 坦白说是比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更差 但是 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去走出来 去支持 一个打烂饭碗的做法呢 我估计这个也跟台湾一路以来 其实他们的公民社会 他们的身份认同 他们自己坚持的价值 是一定扣连关系的 有时我也会想的 其实 香港和台湾的政府 刚才阿智峰也做了一个比较 两地的政府 执政者似乎民意应受性都很低 不过我接着就问 又是了 两个政府似乎都是一个 正在做一些 倾向中共政权 希望引起它更加多的 经济上的利益的政府 政策的选择 但是我又会问 台湾他真的是民选的 他不考虑他的选票吗 香港就说没得选 但是台湾如果他真的要考虑选票的话 于是我也会问 其实是不是公民 就是现在进步的公民 他愿意走出来提出那件事 和最后他们真的一人一票 选举的时候 所得到一些可能沉默的一般大众 其实究竟那个选择又会怎样呢 为什么民选政府 他这一刻会敢于去所谓逆民意呢 究竟民意在哪里呢 这个我想我自己也会再试一下 于是呢 接着可能去到我下一个想法 就是 刚才可能我们也看到所提到 香港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困难等等 我接着会问的就是 原本呢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刚才 之锋 或者是从我所说的 就是我们这些上一代人 原本我们以为 我们香港的民主政制发展 可以走一条捷径 不用付出那么多 但是我们官乎今天的发展 似乎 是不是我们都避不开 走回其他在东亚地区 去台湾南韩 当我们有一个 就是 相对专制威权 政府走回去 民主政府的话 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呢 就是我想 我们不可以羡慕台湾什么的 过去那几十年 当白色恐怖的年代 当仍然是党金布金的年代 其实台湾人他们所付出的 我估计当我将施明德 林二航或者陈水扁的太太 他们在过去的时间 所遭遇的事 告诉学生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原来台湾的民主政制 是这样得回来的 你会真是示威游行一下 然后回家唱歌就搞定吗 所以再进一步的就是 也都台湾的公民社会 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动员 他们做了很多的联系的工作 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有很多的不同范畴的 参与 很坦白说 台湾反核四 做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坚持 三十年不停的抗争 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引育了很多组织 甚至具体做实务的朋友 我估计跟我们香港很消费式的 断断续续的参与 我想那个差异很大 也都在这个过程 在台湾人的公民社会事实上 当刚才提到公民抗命得到民众的支持 是的 这个民众的支持是相对扎实的 因为他们的民众 他们可能愿意 不起核跌 而可能换来 经济上的一些放缓 或者可能换来 经济生产上面一些成本的上升 另一方面 例如说 他真是你坚持要有本土的经济 可能你是要付出更加相对高昂的一些消费的支出 或者不方便 很多不同地方的不方便 而换取 可能你看到你自己本土的农民 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农地上面生活 我估计这些爱自己的土地 爱自己的人民 这些这样的态度 或者这些情怀 如果我们的市民没有的话 我为了那一元 我都走回去买李嘉诚 我为了那 我有时候 我真的想到 在车入市场上看到 五元有两个西兰花 然后我知道西兰花怎么种的时候 我觉得有没有搞错 五元有两个西兰花 不可能的 那因为那些就是 大陆啊 或者哪里不知道哪里 剁削得回来的东西 但是你肯不肯 十元去买一个西兰花仔回去吃呢? OK 好 你说低下阶层不行 中产行不行 我们的中产有没有这个情怀 我看到现在开始有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 去愿意为我们身处的香港 为我们身处在香港生活的每一个人 去每一个人付出多一点的话 喂 我们香港人 现在 不 就是怎么说 就是你们付出多一点点的电费 可能你都不愿意的话 都不用说说反核 浪费了 那我会看的就是 当说公民抗命引来了社会关注 我接着会问的 如果公民抗命 我们根本没有民众的支持 很简单 回到如果讲政制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妥协呢? 其实可能很多人 很坦白说 跟你和年轻人说 不讲提名委会是理想 是理想来的 我们回到现实吧 不过我会问每一个人 你什么想呢? 其实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 正正就是你心中所想的 有人觉得 你的大名权 是可以被人篩走的吗? 不是你想来的 其实是个个都想的 不过 有同时 不愿意牺牲的嘛 你怕大陆 然后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你怕你手头那层楼会 倒下 你怕 你很多很多生活方式 可能会受到干扰变化 所以我会想的就是 其实我们香港 在现在这个政制发展的讨论 或者我们真的面对那个挑战呢?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刚刚踏上去 民主运动的起步点 没有进一步的付出 没有可能会有成果 尤其是现在摆明 拥有特权的 拥有特权的 尊正的 他不会施予给我们 这样的话 似乎都走不掉 未来 似乎我们要 有更多的牺牲 有更多的付出 才可以换得回我们 我们拥有 应有的权利 那最后呢 我也想看就是 事实上 今天 我想之锋做了一个 挺好的归纳 就是 似乎我们看到 今时今日现代 社会上面 就是政治困体上面 我们不可能全传依赖 执政或者政党 执政团体 执政组织或者政党 似乎社会上面的价值变化 或者很多的 各方面的变化很快 为掌握着或者感受着这些变化 一定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面的 平民百姓 反过来这些执政团体 无论是政党或者是政府都好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执政者 其实它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包括政党都是 但是 没有办法的 因为事实上 今天的政府机器 是要一些很专的人去做 包括政党都是 就是它要成功地 就是争取到选民支持 或者它要 在各个范畴都移到政的话 事实上它真的要好好好专地做 自然地它就脱离了人民的生活 所以我会看的是 其实是一个新的重新的分工 社会的发展大方向 我们是需要每一个公民去反映出来 甚至去带动我们的社会怎么走 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敢于去带动这个社会 同时 当然 有一些更加积极 或者他们更加有条件 例如说 为什么是学生 有空间 不用说有不识 暂时也是 第二个东西 他们也有分析框架 他们本身的生活 他们的历练 就是有条理 整理这些社会问题 去跟大家解说 所以 现在回来 又回到像五世年代 可能是社会的倒退 或者可能是一个新发展 社会的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公民的参与 不过 最后 实践这些方向的政策 或者一些具体的实践 我们走不掉 仍然回到执政团体 回到政党 坦白说 就是说真的 很多现在发生的公民 你叫他们去执政吗 他可能不愿意混这个帐杠杆 或者他其实 中间也牵涉到很多 技术的问题 但是我估 这个新的秩序 政党 他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他在某些情况下 他知所进退 执政者一样 于是我们会看到 如果是一个相对民主化的社会 有这个空间 让大家去重新定位 但是 如果我们的执政者 我们的政党 不见到自己的不足 在某些地方 他愿意 谦虚一些 他愿意退一步 甚至他愿意吸纳到 进步的公民的声音的话 那可能就会 令到社会是一个对峙 或者交涨的状态 而香港 似乎现在 有点在这个位置 反过来 我们看到台湾 正正因为有这个 民主政制的 润滑劑 因为始终 你执政 我们的政党 都要面对选民的选择 这样的话 似乎他们 会自己找到一个 磨合的位置 但是香港 如果没有这个民主政制的话 执政者只会 永远傲慢 永远骄傲 而他还见不到自己 落后于形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会拖着一起死 一起沉落水底 那 我估计 当听了大家 之前几位同学的分享之后 对于今天的形势 或者从台湾 看到的一些 启示 可以整理到以下的看法 那 未来大家一起再谈 请张徐李留步 因为我们现在 进入了公开讨论环节 另外 之锋和陈同学 都一起上来 让我设计一下 先设计一下 不好意思 不如看一看 台下有没有朋友 你们三位彩的 都想有一些发言 和有些回应 对 有没有朋友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 可以 递个麦克 谢谢J 谢谢大家 有没有 在下 includes 还有没有 可以 可以 那个麦克 没有声音吗 对 不如用这个 我们头上给我们面子 好 都可以 我們不如傳個麥克風給你 OK 謝謝Jay 我自己來的時候 我的主題很吸引 青年奪回未來 我以為要站在門口 因為我遲了15分鐘來 而且我以為那個題目實在太吸引了 我以為會有很多中學三 或者一些大專心來 來到10分之一都沒有 正正我想講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就是 同學那個鼓動 同學那個參與 同學那個為何做起那個氣氛 因為接下來這段時間 整個5月6月其實都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香港一個所謂的政法要落實 戰衆那裡也要 5月6日和6月22日要做一個普選 但是我建議整體來說 整個學界的氣氛 好像比較靜一點 而個案來說 比如黃之鋒 之前說的反國教 或者之前的動作不成功 其實跟香港本身這個成就 很多時候香港人參與這些 就會一個主題 就是一些單獨的議題 它覺得重要 它會覺得有興趣 或者覺得殺到埋心了 好像那時23年那樣 它會走出來的 但是現在去到一個所謂的政改 或者大是大非 有很多噪音 很多聲音的時候 由學界以至到市民大眾 其實都好像找不到一個方向 去支持哪裏 也都凝聚不到力量 也都很容易 看到被人好像在分散 那我真是很擔心 因為去到一個其實都很決斷的時刻 我想問回那兩位 或者三位講者 當然看現在學界 或者市民大眾 去參與這個 現在去到這麼關鍵的時候的事情 第二方面的問題 其實剛才晨同學 其實分析是很全面的 很多元化的 但是我自己就看到一樣東西 其實一個政團 或者一個所謂的執政集團 其實都是二、三十多人 就是一個行政局 加上特首 其實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一個這麼低民望 不論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仍然能夠可以動到 可以管治到 其實一個 剛才張維輝也是說 一個所謂的政府機器 這麼龐大的公務員架構 那幫人基本上都是 誰給出籃就誰做事 加上現在基本上 中共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 一些所謂的 要網絡一些社工 一些受資助的學校 裡面有一批 所謂的中產階級去做 而令到整個社會 其實都不容易做到一個探討 有一個情況 我看到就是 國學國熱 各個階層 剛才你們都列舉了很多 所以 supp jumped 看來見有적 儘量豐富 相對台灣 因為台灣一海之隔 它也是一個 sangat獨立的政體 各方面都可以做 它可以很大 他可以很大 大概的時間 正如剛才張維輝說 不用急 langsam 慢慢來 但香港人又疲於 疲於工作 疲於生活 他是掃罐一下 支持一唱都好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 其實也 一個整個東南亞這麼著名的東方蜘蛛在香港 其實已經慢慢聯絡到一個挺恐怖的情況 我就想問上高那幾位去怎麼看 本身有一批所謂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產階級 主要都是一些政府的公務員團體 只要政府也罵得住那幫人 罵得住一些社福機構的 受資助機構的學校 那幫人其實都不少人 那幫人都說了二三十萬人 加上那些政府的公務員團體 加上他們一些這麼惡的公會 你看看這次南亞多海南事件 基本上完全都可以不負責任 還有菲律賓那個人節事件 為什麼要幫阿爺不出聲都還幫他 幫這批副主 很明顯就是我們發生了什麼 就是說管治那幫人不是我們選出來的 而真的做事的那幫政府公共架構的那幫人 也都是為你試圖的 為什麼會改變呢 最後犧牲很明顯就是我自己覺得 有一批普羅的市民 而在現在的時間也看不到有什麼轉機 即使這個情況只會越來越差 越來越看不到那個情景 希望在座的可以feedback 謝謝 我們做了第一輪台 因為我們今天的安排有點特別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越洋有些QA的 我們香港做了一輪先 我募解一下 林志強 我幾是香港朋友又是台灣朋友 很不錯 我覺得今次來的法案發言挺好 但是有一些東西就批評台灣一定要確實 eritanceeritanceeritance 我們說話的時候 好像剛才那位同學就說 馬英九有獨裁極權 我想這個就不符合事實 我不反對大家批評人來的 如果馬英九有潛獨裁應該打一載出來 幾分鐘已經不數了 就不會讓步了 另外就是我對這個會也挺失望的 我是遲了來的 我只不過只有34個人在這裏 我自己是先探官吳國昌那些遊行 或者在澳門資助教民眾中心開會 都起碼坐到一百兩百人 就是你一看這個現場 你都覺得香港的學生沒有到舊年 就是我都很失望了 因為我自己是被國民東鎮壓過的 我是台灣第一代 1980年代第一代的 學生領袖不是學國領袖聖明 是政大青年的負責人來的 我們為了爭取一個很卑微的權利 就是審稿權 就是寫稿不用被國民黨的那些導師去批准准單 結果整個社會被禁了 解散了 停了兩年 你看台灣最早的運動是從這麼卑微的審稿權開始 那未運動就已經被鎮壓了 那當然後來呢 到1982年 吳瑞人那場是誰偷雞的 台大學生會代聯會 竟然被一個黨外分子改革派 選了做學生會主席 於是他們利用這個位置 就開始推廣各種 你們所說的民主、自由、審稿權 甚至社團的自由結社權 甚至要求暴禁開放 甚至還有一些人要求可以和大陸自由往來 先說他們當年是大罪 這叫支匪罪 就是幫助共產黨作反罪 捉到他們去打霸 就是類似這樣的 但如果我發覺香港好像這些自由全部都有 其實沒有人來的 就是如果香港這些自由全部都有的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一直就很悲哩來感覺得我們來的 沒有人來這個會 其實台灣有很多這次的養登和他的經驗 是很值得香港學習的 怎樣動員了學生 你看看 因為他搞24天的大規模學生 他的後勤舞級 竟然圓圓不絕 原圓不絕 原圓裡面的運作非常償致 還在定時開記者會 現場有六架鏡 現場直播 然後還算後面的教授團 那些社團 那些社團都在開民主大學 一個小時就輪一個人上去說話 包括理工那邊的 阿正都跑去說一個小時 沒錯 就是你香港 我覺得現在香港是很值得學習的 這些東西 不過我想想 黃之鋒你搞完之後 你應該反過文革運動 你都知道了 搞到這麼大規和群 就有運動 後勤舞級 或者現場跌碎 你面對我們 是非常痛苦的 那些人 叫上壓下頂 什麼叫上壓下頂呢 上面呢 你就要投那些政府的那些木嘴 要初來初去 要初見過出來 下面就永遠在那些職勤 當媽媽都認得 那些人就叫你 扑街 怎麼這樣 為什麼不充有的快會 為什麼不再政府大樓 一定有那些人的 是很痛苦的 這個 但問題我覺得 就是我將希望放在你們這裏 應該呢 這次我想 有機會應該 我介紹一下怎麼搞運動 其實台灣也不是一天這樣的 台灣從七、九年正大青年被鎮壓 一直到1982年台大教練會 到1985年到87年的自由之外 羅文家他們搞的那個 最後到90年飯運 野白飯運動來收割 是前後幾個十二年 不好意思 這個意思是否可以簡短一些 我們可以給多一點朋友 都有一些分別 不好意思 是的 還有 你剛才說的話 我覺得我要反對 說完這句就算了 台灣和香港不是命運共同體來的 台灣是台灣 香港是香港 香港和澳門就不是共同體了 好就好 不算是不算是不算 香港和台灣是兩件事 你千萬不要納賣 就這麼多了 香港人的命運 要是香港人自己去爭取的 就不要希望了 另外一個 台灣以為香港立即救 也是不可能的 每人去救贖 都是要自己去達成的 好 謝謝 謝謝 或者有沒有 大家好 我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台灣人 基本上我都非常留意最近政改的事 其實剛才阿岑同學在懷疑裏面都有提到 有提到各方面 我們現在應該要去一個公民抗 即香港市民 或者公民應該要用公民抗民 去逼使政府去達多點目的 但我想請問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用一些什麼 公民抗民的手段 因為其實對比香港和台灣的勢勢 其實真的很悲良 林二雄絕世 我們這邊雞蛋抗高雄絕世 人家寫懷疏的 我非常欣賞當年 黃志通反過教他們絕世 真是絕世到 政府出來說話 才肯 即是一種手段 但是他們那邊就要說 接力這樣 而台灣就反核 就立刻去佔中 中下東路 香港討論了一年多 即是一些 我不知道為何這些事情要討論這麼久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台灣 香港兩地我自己心目的 其實可能水土 水土都有些不一樣 我們在那個出生的年代 就算 男女朋友去 認識男女朋友都好 我們可能是一個相對比較 經濟或自由主要 即是理性的環境 但都會問 你這個男朋友有沒有樓 沒有車 台灣那個 就完全 完全都不會 是考慮這個 這一回事 他們可能第一個時間 要問就是 你對台灣這個好地 你惡有其心 你為台灣 能夠付出了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 在現時來說 就搞社會運動 在香港有一個平項 其實我覺得 我對神棠有一點意見 就是 不應該是 現在孔兔派抬頭 其實 其實某程度上 和當年 可能 陳博士比較熟 就是 當年台大情社都有 中國統一派和管兔派 但是 我想你去到這個時候 應該深思 怎樣去統合 統合這些管兔西 因為這幫人的行動力 非常之快 非常之大 怎樣一起去做一些社會運動 因為其實 很老實說 他們不只是針對 一些新移民 你有沒有去過海港城 那些購物 我真的買不去那些東西 去海港城 拉劫是不是歧視這些別窮人 其實 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不可以以哪個轉益 而他們的行動 也都是 老實觸導到中方的神經 而令到我們去 或者更多市民去 聚焦 真的香港有這個問題 他們都引發了一些議題 我們去討論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 我覺得 去到這個環境 就說 我們是否應該要冷靜下來 因為香港其實 真的 泛民都好兩邊意識 也太鬥 真的太厲害了 是否應該 冷靜下來 是怎樣去統合這個力量 就好像剛才說 譚博講 上壓下頂 是否有個人 應該要站出來去做這件事 是否前面都有一位朋友想 擔舉手 我想 一陣 我想知道台下 還有沒有人想發言 如果沒有就最後一位了 好嗎 好 其實 我想今天 少一些人 其中有一個原因 其實大家對 潛逃 或者對政改 其實 已經 不知道 講到去哪裏了 我想 D-Day 去到 即是 我忘記了 第三天 已經 其實大家 對各個方案 其實很 很confused 究竟 甚麼公民提名 公民推薦 公民參與 是否同一件事 現在沒有人會知道 我跟青年人談 政改的時候 可以繼續跟我說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我不想再聽了 簡直是 羅家瑩在那裏 唯獨 我覺得是一隻 烏鷹在那裏 周圍飛 我想 我們回到 反覆貿會 其中 很多人去接觸到 反覆貿 去認識反覆貿的 後果 都是靠 台灣的懶人包 才可以了解到 反覆貿有 有這個意思 我想在 這麼長的 D-Day裏 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為甚麼討論 接下來的 18學者 19學者 幾多學者 提出的方案 還有一堆要方案 大家 整個過程 忍不住聚焦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把整個 責任 放在 黃子鳳 放在學文史潮 放在學員裏面 其實對你們不公平 我覺得整個社會 應該 想怎樣去推動 一個簡易一點的方法 我想 讓人可以明白 正改 現在討論的是甚麼 另外 另外 我想說 很重要的是 反覆貿 馬英九的政府 為甚麼跪下 除了有公民參與之外 其中 接下來 十一月的七合一選舉 他們還要面對民眾 這個我想 才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他們要跪下 因為有七合一選舉 這個 我想 這個也要給香港人看到 除了我們很開心 見到民眾 運動 令到政府 跪下 令到台灣政府 跪下 其實最重要 他們都是基於一個政治 憧慮 一個七合一選舉 這個我覺得 亦都要給香港人看到 為甚麼 香港人覺得自己 不在乎 有沒有普選 有沒有公民提名 我不在乎 他們都不覺得自己的 票有甚麼用 其實他們不覺得自己的票有甚麼用 七合一選舉 令到馬英九政府跪下 這是一個很需要傳遞 給香港人知道的一件事 最後一個就是 我也很關心 學民思潮 提五區公投 會否繼續搞 還是怎樣 我也很想 怎樣支持 我其實 希望可以做到 好 我交時間給三位嘉賓 最後第四位台灣嘉賓 都會回應 謝謝 好 好 多謝各位發問 我簡單回應一下 第一就是 跟朋友問到 學界參與的問題 今天固然跟大專學界朋友 參與這個論壇 固然不理想 但是你說 大專生或者大學生 或者香港學生 對於參與正確 或者對於參與香港事務 是否那麼悲觀 或者那麼絕望 我覺得其實不是 因為 跟香港之前的經驗 看到 無論是反高鐵 或者是近日的HKTV 或者是樓進圖事件 其實我們都見到 不斷都有一些不同的大學生 甚至一些不是學生會 甚至一些本身 其實不是很熱衷政治的同學 其實是發展出很多自快行動 包括在宿舍裡掛一些Banner 或者是拍一些傳單 或者搞一些密集的行動 甚至是參與遊行的行動都有 其實這些都證明到 其實很多大學生都是關注香港的命運 因為其實發生很多時事或者發生很多事情 都是跟他們有關 而他們都是對這些是有感覺的 只不過 可能他們有一個 我跟朋友聊 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 他們總之有一個無力感在這裡 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為什麼掛Banner又沒有用 密集又沒有用 遊行又沒有用 集會又沒有用 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是可能要給多些空間 他們想像或者給一個方向他們 才可能令到他們可以參與這麼多 即是給一個明確的方向他們 可以怎樣參與 可以怎樣改變這個政權 可以怎樣改變這個香港現況 可能才可以motivate他們參與更多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做那麼多事情都改變不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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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都跟我講過 或者有 知鋒或者是張老師都講過 其實因為現在通知集團 是有一個龐大的通知機器在這裡 那我猜最均因救低的問題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香港缺乏國民主的政制 其實你一些通知階層 或者是你一個良整政府 或者他底下的公民團隊 其實是不需要向大眾問責 或者是不需要向七百萬市民去問責 即是換言之 其實他無論做些什麼呢 他都是不需要向市民負責 他不需要向市民交代 他只需要向什麼交代呢 兩個parties 第一個當然就是中共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一些既得理者 一些地產商 因為呢 是這些地產商 是這些中共的人士 選他們出來 選良整出來 而不是我們普通的市民 不是我們學生 不是我們一般的公民 所以要 令到一個政權 去 即是向市民問責 當然最有限的方法 就是建立一個民主體制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第一步 我們這次台灣蜂蜂門事件 見到 當然 即使有一個很健全民主體制 很健全的議會選舉 或者總統選舉 即他們的總統 他們的議會 都可以不向市民問責 即代表政權 都是會入西亞的時候 當然這個 我們香港其實 暫時太遠遠了 因為我們的議會 或者我們的特首 都是未選出來的 第三個問題 就是公民抗命的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 什麼時候可以公民抗命 或者怎樣公民抗命呢 其實公民抗命 就是最大的目的 就是打破一些既有秩序 或者是 就是向現有的秩序 或者一些獨裁者 或者一些 記得你的宿建的秩序 向他們說不 而台灣這個學運呢 給多我們一個好大的啟示 或者是給多我們上了好的課 就是剛剛斯爾倫和華都說的 就是 他們這個反覆責的行動 並不是石頭爆出來的 就是並不像孫悟空的石頭爆出來 無端第一天就有 而是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混亂 一個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 它在公民社會上面 有一個很長時間的共識和討論 都對於這個覆責的協議 都對於這個覆責事件 有一個大致的理解 或者大致的共識 他們才有一個行動 所以其實現在香港的公民抗命 都暫時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去直接行動 而什麼是一個好的時機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 香港人對於一個特色的方案 對於一個特色的選舉 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有一個清晰的立場 而這個清晰立場 什麼時候出現呢 我理解就是 會在22號的一個 全民電子公投那裡 投入一個全香港市民術的方案 繼而這個共識就可以出來 這個方向就可以很明確地出現 繼而這個公民抗命行動 就可以出現 至於這個什麼形式的公民抗命行動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不是好 這個什麼形式 或者在哪裡做公民抗命的 其實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 可以有兩個元素 第一就是可以凝聚到公民社會的共識 可以拿到社會的同情 可以拿到社會的共鳴 第二就是 你是真的可以 令到當權者 或者令到政府 可以懼怕 可以癱瘓到他們的一些秩序 所以很多不同的形式 包括是 佔領馬路 佔領中環 佔領政府總部 佔領立法會 當然佔領政府 和佔領立法會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香港 你看到警察 其實部署都已經是水感 和打勞打鼓去做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可以癱瘓到 甚至不是一些佔領行動 可能是一些罷工 甚至大部分行動 都是一些可以考慮的方向 但是當然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社會必須有一個很清晰的共識 很清晰的前途 有一個方向在 這個公民抗命行動 才是成熟發生的 那麼 那麼 我想這樣 看見剛才 大家都會不斷去重複 有一個 大家不斷去重複 就是悲良 就是做了總結 我想 剛才大家會說了很多 佔領傳訊效果的問題 至於佔領為何 D或D不到 或者D極 其實市民都不知道 D到何時才可以佔領 我想詳細不講 但是我想在這裏 我會想問就是 如果今年的七一 是為了 一人一票選特首 和公民提名去佔領的話 有誰是願意落場一起佔領 可以舉手嗎 因為我想 我為何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 有時候 當我們會去想佔領這件事 何時發生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盡了幾個力 去推動佔領 老實說 今天來到這個會 這裏 這裏的20-30日 都是一些 對政治很關心的人 但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我們身邊的同事 或者同學 他們 你不要問他 知不支持佔領 或者你不要問他 會不會落場佔領 你不如問一下他 什麼叫佔領 他可能不佔領 什麼都不知道 問題就是 就是說 我想我們香港人 都會有一個 局限 就是說 我們可能 只是有時候 會在自己的圈子裏 我們會覺得 可能整個社會 都會好像 討論政改 會討論佔領 但是當我們 踏出一步 退一步 在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為何 剛才說的時候 我會說 有一個民意基礎 就是說 坊間已經有 接近三十幾個方案 但是 我想很簡單地說 就是說 學民思潮和學聯的方案 有一點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 你要說社會上 站在公民提名 站在最硬的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特點 就是這麼簡單 我想我們之後會想 就是說 在未來政改一個運動裡面 除了 老實說 我很討厭聽到 那些人說 香港未來靠實 學民思潮或者黃之鋒 我覺得這句難聽過粗口 其實 因為我會想完 其實這件事是 每一個人應該要做的事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站到最前 但我們怎樣可以影響我們身邊的人 我不是要求他 我身邊的朋友同學 可以跟我一起落場接種 就是他都不會去付這個代價 但是至少 在要他付出和要他犧牲之前 我們首先要他知道 對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 好坦白說 就是當佔中他做不到 他既有的傳訊效果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補足他 然有的不足 那這個就是 我和學民思潮想的事情 關於五區公投這件事 就不是學民思潮不想搞 但是 雞民坑落 只剩下三區 只剩下兩區 那兩區的議員 就 要壞掉民主黨 就難過香港人 其實我猜有個問題 反過來想問一下 台灣的私同學 其實當他們去到 致命藍法會的時候 一般市民 一般台灣民眾 其實對於他們的評價 就是一些最普通的 師奶 阿嬸 就是普通平時 不是很理正時的人 他們那個取向是怎樣 就是會不會有人說 他們搞事還是 都是年輕人 他們做的事 我未必明白得了都好 或者不是 可能其實很多人都明白 他們所做的事 他們發了他們 沒有辦法發 或者不敢發的聲音 是怎樣呢 而回頭回頭 我馬上就會想 為什麼 D這麼久呢 佔中 會不會我們 如果現在真的 有人走出來 其實如果 其實香港 還是普遍的人 覺得你們這些人 搞事的話 那很糟糕 其實這個是示略 不是示威 那我會想的就是 其實我們的市民大眾 是怎樣想的 但當然 這個又是雞與雞蛋的問題 你沒有人去行動 走一步 我們不會帶到社會 向前走 那現在可能 就是佔中 組織他們所做的事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D-Day 這些 這些醞釀討論的過程 讓更加多人去 找回自己的心 其實我 我要的那件事 不是那些妥協方案 其實我心裡 我真的不想 我有任何的篩選 我自己可以 減回自己要選的人 但是 如果要付出的代價 是激怒這個阿爺的話 你願不願意苦呢? 你找不找回你的 你的年青的那份心呢? 還是已經是一個妥協的心呢? 那我會想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出來佔中 然後 大家 香港人向後退的話 都挺嚴重的 那 於是最後我就會想 是不是再等 呂大樂所說的 第二代香港人 都再老一些 再死一些之後 然後才有機會呢? 好 也謝謝三位台上嘉賓 我們現在安排 因為時間都有點緊張 我們就想請台灣 當地有幾位青年教友 有些回應 跟著 最後就師同學同盟 我們台上三位的嘉賓 都會有最後一輪的回應 我交時間給台灣的青年教友 好 哈囉 你好啊 聽到 OK 我們現在講講語道 OK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我們有一些 就是因為最近呢 最近其實不只太陽花學運 然後其實這兩年 大概台灣 有發生了蠻多的社會運動 那身為教友 我們 我們對於從信仰的角度 來面對這些社會運動 然後從年輕人的角度 來面對這些社會運動 其實我們有一些 我們的看法 想跟香港的朋友分享 OK 大家好 大家看得到嗎 對 看得到 看得到 然後 OK 其實這次太陽花的學運 其實 在 我身為一個學生 我看到是很多希望 然後那希望是在哪裡 就是 在立法院外圍這麼多人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共同的議題 大家參與 然後在那個地方 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 就是從各個地方來的 從過去的 我們台灣發生的 官場功能的事件 華光破千的事件 跟我們 本身天主教的天主堂被強摘 被強迫要拆除的事件 抗議的朋友 其實這些問題 已經是基存很久的問題 然後也是 看到政府不透明的做法 與沒有真實的看法 底層人民的想法 為底層人民著想的習慣 所以 我看這是一個是很久的問題 所以 像這次的福茂的問題 大家就很 很主動的 很有 共同的看法的 一起站出來 然後面對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台灣也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 就是 長期以來的我們的政治跟商業的合一 然後我們台灣人經歷了2280線美利島 跨越這60年 我們的知識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們認識到說我們的權利也不是只有投票 也在於監督政府 然後也有制度可以換掉就是說 為自己利益著想的政客 拿回我們原本應有的選擇的權利 這個權利是我們賦予他們的 但是他們沒有好好的很明確的去做事情 然後也沒有把程序給 提理好 就自己在私底下 用一些方式 我覺得這個 這對我們而言是不尊重我們的 我們當初的投票的選擇 然後 換句話說 財團跟政府是有很多手段去剝奪 我們原本的權利跟自由 那實際上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Youtube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半年來我們台灣跟中國所判的公聽會 很多的業者 就是在台灣的業者 對政府極大的不信任 然後還有 事先沒有充分的溝通跟產業評估 那更不要說那30秒通過的事實 然後再者我們去看韓國 他們跟中國談FTA談了好多年 人是空防戰 然後很小心的去掌握自己國家的利益 那為什麼我前面說 我看到這些人是有希望 其實說 我們回到 回到聖經上面的故事來講 就是五餅二魚的故事 五餅二魚的故事 我們看到 小男孩他拿出五條魚跟 五個餅跟兩條魚要給大家吃 的確我們都不足 但是 這個小男孩奉獻他的不足的時候 大家卻吃飽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的希望 也就是在於 我們都很有限 我們是學生 我們是工作 我們是工人 我們可能就一票的權利 可能有限的時間跟體力 但是我們願意聚在那邊 當我們把我們自己的有限 給奉獻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就很不一樣 過去也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告訴我們 這是有希望 那當然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都存在著底層的勞工 他們可能一天不工作 也無法 沒有辦法賺錢 沒辦法好好養家 他們可能也沒有時間 好好的去關心社會上 發生的事情 我想應該也不是只有台灣社會 應該是 很多國家 甚至香港 中國可能 都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發現 台灣的代理制度出現的問題 那我們讀書人可以默示嗎 那誰為底層的人發生 所以 我今天看到的希望也是 台灣人表達 我們願意更透明的去看這個符貌 也充分的溝通 因為這關乎我們未來的環境 還有 甚至是未來孩子們的思想 所以 更進一步說 以信仰的角度來說 我們生活當中的小兄弟在哪裡 然後 我們願意走向 這個模糊的未來嗎 這個政府 沒有清楚交代給人民的未來嗎 然後很慶幸的是 在耶穌會中華審時會上 有說一句話 比如說 我們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思考 也不要放棄祈禱 我們應該要思考 因為天主白白給我們一切 然後 讓我們治理這世界 相信這絕對不是少數人去壓榨 勞工人的牟利 工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有在意義上被壓榨 相對台灣的政府的思維也不應該是說 怎麽樣做對政黨有利 而是說更長遠更居關的看 我們怎樣才是真正的看到 台灣人民的需要 然後也為台灣人民的福利交響 對 但以上是 我們的心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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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交的時間給師同學 在台灣那邊跟我們做了最後的發言 跟著先交給頭上三位 謝謝 就是剛剛有問到說 那個 我簡單就兩個事情來講 就是說 一個是問到說 這個台灣的社會 包括年輕人 是怎麽看待這個 那個佔領情動 那其實 過去我剛才有提到說 過去其實包括這個反服貿 然後 其實 一些土地運動等等 很多台灣的社會運動 其實都有 衝進立法院的行動 那 衝進立法院的行動 那 其實過去像這樣的行動 也不見得有 太多的這個 社會的民意的知識 那包括像這次318 我們衝進去 其實我們並沒有預設說 我們可以 最後有得到 這麼多的關注 跟這個社會的支持 那其實 甚至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我們真的衝進去 可以把他佔領 佔那麼多點 那 其實 我們當初想的 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 政府其實 做到這麼過分的程度 那對於一個 這個社會的一份 或說對運動者來說 其實我們能做的 就是說 把這個壓力撐高 那我們擁有的手段 跟選擇 其實變不多 那 很多的這個 包括佔領的行動 或是癱瘓等等 這些 這些公平不服從行動 其實 因為我們的選擇 其實不多 那我們當初其實基於這樣的想法 想要提高 這個抗爭的壓力 然後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 這個 比較大的這個佔領的行動 其實希望能夠獲得 其實就是剛剛 剛剛志豐講的有點像 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大的這種行動 來引起這個社會的關注 那 也就是說其實在我們進行 我們在 行動的過去組織這些行動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說 後來可以得到這個社會這麼大的關注 跟這個 甚至是乃至到這次運動 其實有這麼 社會這麼大的這個 這麼大的社會的支持 那所以 但是到後來 在這個佔領行動的後來 其實 包括說大家 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媒體 的關係 那可能一方面是因為這個 國民黨的 這個這樣子的作為 其實 這個非常 忽視民主程序這種暴力的作為 其實也被看到 那到後來這個 在這個佔領行政院的行動 這種暴力鎮壓 那種種的 包括大家很多這個發言 像以外院長或是馬英九的這種 發言都非常不適當等等的 其實讓 那透過媒體傳播讓 台灣 那包括特別在這裡 更重要的是 在網路的部分 那其實 透過這些傳播 其實讓台灣社會看到說 其實確實是 當前的台灣的局勢 台灣的政府 確實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那這些事情 其實是本來我們在 進行行動 甚至是佔領的當下 都沒有想到的 那剛剛特別問到說 台灣社會的年輕人是 怎麼樣看的 其實我覺得 台灣社會的年輕人 其實可以在這裡 確實是可以獨立出來套路 因為其實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 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 主要可以看作是說 傳統媒體跟網路媒體 的這個兩個面向 那在台灣的這個年輕人 其實 主要的這個使用 接收資訊 甚至是對運動有辦法 這麼快速的接收到 其實都是 很大的程度是因為 這個網路媒體 或說Facebook 等等這些媒體 確實這個運用得宜 包括台灣有一個公民團體 叫做Gili 他們運用這個 現場轉播等等的這些 技術運用 讓在衣場內 內外的情況 可以快速的讓 不在現場的民眾 可以了解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台灣人 就是比較懂得 善用網路的 當然不只是年輕人 不過有大程度 確實是年輕人 很大部分是年輕人 那因為這些網路媒體的善用 其實大家很快 就是說這個運動也比較快的 比較得到大多數年輕人的支持跟認同 相對於這個 其他的時代的這個 台灣的民眾 但是總的來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 並沒有預料到會是這樣子的局面 也沒有預料到會得到 這麼大的社會支持 那回過頭來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剛剛有談到說 究竟香港的局勢 或是台灣的局勢 要怎麼樣 現在局勢的確是 特別可能香港的朋友 對於現在香港的局勢會很悲觀 那我覺得 從這次的抗爭經驗 因為其實台灣 這一次的這個佔領行動 乃至後來這個 林英雄先生的這個禁食 然後來發生 還是有幾波的這個鎮壓 然後抗爭持續的在擴進 擴大跟壓力的升高 其實我們都沒有預料 我相信對於台灣社會來說 或是對於核心的幾個 運動團體的核心的參與者來說 都沒有預料到會是這樣的局面 那可是從這樣子的經驗 我認為有幾點事情 是出負我們的心得 就是說 確實 整個社會已經動起來了 那這個事情 並 其實沒有說 就是真的有辦法說 隨時準備好 那對於 我們只是 看到說 我們其實可以說是 一開始 甚至到現在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 完全 怎麼說 handle 這整個局面 可是至少有幾件事情 是要製造 就是我們隨時 我認為隨時都要有 準表的這個組織者 那這個組織者 是為了 擴大這個群眾的組織 那 讓真正的 這個社會 所有能夠到現場參與 或是不能到現場參與的 廣大的民眾 能夠真的 加入到這個運動當中 而不是讓許多 看的局面 就是說當 看的局 已經了解 而且關注的人 沒有辦法實際的參與 那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 包括說 像是 讓這個現場的抗爭 參與到 這個現場的非法力抗爭的群眾 能夠 真正融入到其中 而不是 面對到這個鎮壓的時候 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這種事情 並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對於台灣 對 這是台灣的這個抗爭經驗 到目前為止 這個 真正的跟 群眾在一起的組織者 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關鍵 那 這確實做到 跟做不好的群眾的賠禮 等等 就是 對 這是在群眾這一段 就是公平社會這一段 那另外一方面 我想台灣跟香港一樣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在政黨方面的 在野勢力 其實並不見得 有 時常都能夠扮演好它的角色 可是 對於公平社會 會說對於這個 公平團體這邊 其實 必須要具體的想說 到底要如何跟政黨 做好連結 跟串聯 那要怎麼樣真正的結盟 那 因為 對 那在整個社會來說 包括政黨 包括公平團體 甚至是學生團體 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並不一樣 那在這過程中 結盟 產生了 有適合的結盟 那才有可能做好分工 那 真正的事情才有可能 獲得改變 而不是 其實我覺得台灣跟香港 現在面臨的局面 就是很類似 就是說 其實在公平社會端 其實已經 走到 相對已經走得 相對已經前面 可是 在政黨方面 其實還沒辦法跟上 但這 這邊不是說 一味的要去譴責說 政黨 沒有做好 而是 這是一個雙項 就是 在公平團體這邊 要如何跟政黨 形成結盟 那反過來 政黨要如何去 接收這樣子的能量 然後 在這個 適合的時刻 包括在這個 具體的制度內 要如何去 落實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都是 這些東西 我想大家也不會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這幾件事情 確實是很切身的體會 那 對 那 就是說 大概我覺得 現在的 就是說 剛剛大家提到的問題 或者一些分享 我覺得 能夠回答是這樣 那 也不是說 就我知道說 香港現在因為 戰中的 這個準備時間 相對的長 包括 商討 D-Day等等 那 很多很多朋友可能覺得說 不知道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用 等等 那 可能看到台灣的這個 這個暫停行動很快就開始了 就會更 更 交集 更覺得說 這過去的這個 這個 戰中 所操作的 一連串的這個 行動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但我覺得 可能這件事情 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就是說 台灣的 並不是說台灣的做法就比較好 香港的做法就比較爛 就是說 在這裡面的過程中 有許多 有許多 東西是 運動者跟這個群眾 包括正當 必須要好好地再停下來想想 就是 我認為 還是 原則 原則上是說 運動的組織者 必須要 必須要跟群眾學習 然後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說服整個社會 那 並不是說 我們真的 我認為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等到說 有所謂的社會 全社會的社會共識 才可以開始行動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 把整個社會置之不離 而是在行動的過程中 或是在行動之後 我們要盡力地去 說服群眾 說服這個社會 相信我們的論述跟行動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的運動 我能夠簡單地分享給各位香港朋友 謝謝 謝謝師同學 剛剛也提到 也有一個回應 就是 其實我想 在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爭取的事情也好 其實很重要 是要 我想跟市民的參與 和上兩班社會 我 再加時間給三位嘉賓 最後的回應 時間差不多 最後兩點回應 或者總結 第一 就是剛剛不同的人都提到 其實 我們現在似乎都意識到 行動升級的必要 似乎都意識到 集會 遊行 是不能夠改變香港的現況 但我們必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可以為民主 或者為一些 我們相信的價值 自由 民主平等 可以到多盡呢 人家台灣 剛剛張老師都提過 其實 就是得來不已 私民都是坐了幾十年牢 我們要問自己 我們願不願意成為香港的私民 我們願不願意成為 可能 為了我們相信的價值 為了民主 為了自由 而去放棄我們自己的自身 現在擁有自由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也是必須要私下的問題 繼而就是 當我們可能有個決心 或者有個決心 或者有個決定 要行動升級 要公民抗命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 鼓動到身邊的同學 或者是身邊的市民 身邊的朋友 去加入我們的團隊 去加入參與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台灣這個反服務 這個反合之需的成功 就是因為他的行動 並不是由幾個人參與 他的運動並不是林非凡運動 並不是陳偉庭的運動 而是全國台灣人運動 而是全國台灣公民社會的運動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先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剛剛留下 就是回應一下對於本土派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朋友認為 可能是拖結 或者是 例如我講成路示威 是一個優化的方法 那麼這幾個事 我們必須要想的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手段與目的的問題 我們沒錯的目的是非常正當 沒錯我們的目的是 拿回香港的自主權 沒錯我們的目的是 打破內地或者權部的經濟壟斷 但是我們的手段是不是 就是因為目的而正當 而手段也因之而正當呢 我們去想一下 我們去示威那些人 抗議那些人 本身他有沒有做錯呢 他來香港購物 他來香港去買東西 他來香港去買禮粉 他本身這個行為有沒有做錯呢 那麼我猜我們 其實本身自己都有旅行的經驗 我猜我們自己本身都要去外地 或者去玩去外地購物的經驗 我們去外地旅行的時候 如果我們去別人的名店買東西 我們被人抗議的話 那錯的是我們呢 還是錯的是一些政策的問題 是一些資本家的壟斷的問題呢 這個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就是一個手段與目的問題 而同時我們做這個行動的同時 我們也要思考我們的行動的本質是怎樣 因為我們對於一些公共時機的參與 對於政治事件的參與 很多時候是基於我們一些道德的判斷 比如說是 就是對於梁政經政府的批評 我們覺得它是不公義的 對於劉進和鼻爭 我們覺得憤怒 我們覺得它是不對的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道德的判斷 這些全部就是因為我們 有一些道德的價值或者一些良知 所以我們作出一個判斷 而我們做的行為 會不會違反我們道德的判斷 或者違反道德的原則呢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想的 而第三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思考 或者必須要反思的就是 就是這個目的或者效果的問題 究竟我們在做的行動 做的事 是真正在撼動的政權 真正在破壞的秩序 真正令到一些資本家 令到一些地產商 令到一些權貴的利益受損 還是還是很片面地 將一些憤怒發洩在一些無權者身上 竟然是覺得社會的目光僅僅僅此而此 究竟資本家 或者我們覺得這些問題的核心 究竟一些地產商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真的會作出一些跌著的破壞 有沒有真的行動到他們本身的利益 這個是我們做行動 或者是做一些抗爭目的之前 必須要思考幾個問題 而未來呢 我們香港 即是很高的香港 都會受著這些爭議的困擾 我們不能夠迴避這些問題 除了短說 除了短說 因為也過了一段 哇 踏死了 我想剛才也說了很多 大家如何在未來的運動上去參與 我想要說的都說了 我只是一個比較實際 很practical的呼籲 就是我希望呼籲大家去D-Day3 下個星期二一個 但是我相信呢 包括我在 我都覺得去D-Day3 其實不是真的很有作用 或者其實去D都真的 D得挺悶的 因為其實我每個星期 學民思潮開會 就真的D了 就D5-6個小時 我已經平時經常D了 但是很坦白說 就是當年背頭三個方案 我們有 即是如果直接說 不怕的話 你留意一下現在明報的編採取態 它是完全同意這個公民推薦的 如果在這個D-Day3 投票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公民推薦方案 居然是比這個學界方案更厲害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繼續去堅持原則 去爭取公民提名 其實會處於劣勢 所以即使戴耀廷那些 拖到十萬九千年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下去行動 但是都真的希望呼籲大家去D-Day3 去那裡去投學界方案一票 如果不是的話 公民提名那條戰線就會 守得越來越不穩 到時我們真的 真是香港人的公民推薦 或者是不可以每天千秋萬世 一個很直接的呼籲 希望D-Day3可以見到大家 再簡單一點 第一件 我想剛才忘記了哪個題 我們都要不要懶於思考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 如果香港很多人都懶於思考的話 其實所有的社會行動都不會持久 事實上我想剛才已經重複有重複 台灣我們看到 所有成功的群眾運動 其實背後有很紮實的公民社會基礎 很紮實的人民的參與 或者人民的思考 於是呢 另一件事 可能我也會想的 就是 如果有些想得多一點的朋友 會不會都 反過來 有沒有一些方法去讓 暫時未開展思考 或者思考都很簡單的人 容易些去明白很多的問題呢 我經常想 那些懶人包 其實我們可能都是由這裡 開始認識一個好像很複雜的服務 我們香港這些懶人包 好像不太夠 是不是可以做多一點呢 年輕人 我自己也真的不會搞 但是 年輕人 其實可不可以 從他們 對 我想他們會容易一些 互相溝通到 那 而最後 我想也甚至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當中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實踐 去愛我們身處的環境與社會 我會看到現在 其實多了的 本土行動 其實不單止是排斥性的 其實我們看到更加多是聚合性 我會看馬寶寶也好 反高鐵 甚至現在很多的 蠕肉 其實我們是 怎樣去建立我們自己 對香港那份的形態 隨而身體力下 還有你一樣 就是敢於在我們身處的環境裡面去參與 甚至去發聲 其實七一相對是容易走出來的 你在你自己的學校裡面 在你自己的辦公室環境裡面 你有沒有些事情敢於去發聲呢 或者甚至敢於去組織呢 自己做教協的很多合約老師 想出來講自己的問題 都要戴口罩的話 我做 我估計是自己 甚至在自己的環境裡面的身體裡 多謝幾位嘉賓的最後總結 我想一個很簡短的一個回應 我想今天大家談了這麼多 都會發覺我們會談台灣會談香港 其實我想大家也有些朋友 都很讚賞今天的主題 就是青年奪回未來 我想其實我們今天談完之後 就發覺 其實可能不只是青年 是我們人民要奪回 我們香港的未來 也都要去思考 我想剛剛都會去提醒 在完結之前 就給我多三分鐘 有些政府的活動要宣傳 很快 大家其實都應該手上有這根子 其實我們 其實是去回應中國教會的情況 其實我們有一個為在中國教會祈禱日的活動系列 都請大家會參與 另外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 我們除了在不同的唐區會有黎薩之外 也都有一個兩岸三地的公民運動的發展現導會 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外面就有一些 番茄是二萬 我們是為了輝瑞賓的一些 繁衛謀殺的婦女籌款的 希望大家都會多支持 最適合我們也有講過香港的政制 應該怎麼走 接下來下個星期二的商討日 其實我們在門口的聚會 我們會做職場登記 大家如果都想參與 就可以職場現在登記了 因為BLAB是預先本名的 都多謝大家參與 也都用突如熱烈的掌聲 去多謝我們的嘉賓 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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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大家